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 皇上 皇上你怎么了 父皇 太医 在 皇上驾崩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 父皇今天只是有点积蓄体弱 并无恶气 怎么可能突然暴毙 皇上这 这是中毒之相啊 中毒 父皇 来人 将残宁这个杀人凶手拿下 住手 赵军 你要干什么 启禀母后 儿臣近日已经查明 残宁串中犹太医 给父皇下药 这父皇龙体爆样 时常昏迷 我没有 你胡说 刘太医已经全部承认 证据确准 容不得你抵赖 刘太医 为臣该死 为臣该死 是 是他 是残宁公主 以我家人的性命为要挟 臣不得不这么做 而且 这还有残宁公主 给我的毒药的信封 这药方乃前大习国 皇家拟制毒药 专门审讯犯人 残宁 你身为前大习国公主 你还有和好脚定 残宁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 叫他给我拿下 残下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母后 自从是年前大习不灭 是父皇叫我救出大会大处 叫我克思金生女儿照顾 我怎么会谋害他 残下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要躺会这个贱人不成吗 母后 残宁以下犯上 谋害皇上 这是诸九族的大罪 儿臣认为 必须严惩 否则 我大楚江山位 来人 赐毒药 母后 闭嘴 这妖女接日必处 否则 你皇会不保 残下 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 我怎么会谋害父皇 这些年来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嫁给你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是我做错妃也毫无怨言 我怎么可能会谋害父皇呢 殿下 你要为我做主 还有临头还在狡辩 行行 殿下 母后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你选一个 我 殿下 不好了 不好了 辽王他疯了 他杀了好多人 什么 辽王 你想干什么 放了他您 若有 你放死 说 放了他 他是本宫的测匪 怎么处置他 是本宫的家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辽儿 我说过 谁伤害残女 谁去为他陪葬 我可是大叔太子妃 你敢伤我 杀人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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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十年相伴 周氏抵不过这 王杰江山 我好分 你儿 你怕 你还有我 你 不 心 不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太子妃 她醒了 感觉怎么样 你 你不是死了吗 你当然希望我死 只有我死了 你才能当太子正分 是不是 你做梦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就休想进入东宫大门 休想与太子大婚 大婚 你是说 我现在还没和太子 只想大婚典礼 你少在这装疯卖傻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鬼主 你竟然是用什么样 是魅惑太子 让他钟情于你 非要举你进门的 大婚前 我这是 重生了 来人 财宁 你说 如果你变成一个 四肢不能动弹的眼神 在此还会不会 像以前那样喜欢你 你想干什么 这是我特地为你 准备的西域棋子 只要你喝了它 你就会变成一个 不能动不能说的活死人 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跟我争太子殿下了 你敢 还有什么不敢 这毒无色无味 太医院最顶尖的太医 都查不出任何端女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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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住手 救我 别怕 有我在 别怕 你还有我 梁王 你好大的胆态 竟敢擅闯本宫起见 你要倒反吗 我警告你 再敢伤害宁儿 我定让你付出代价 宁儿 好亲切的称呼呀 让我猜猜看 你们两个 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这样胡说 我不说 你看看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与梁王拉拉扯扯 大家都看见 再乱说一个字 我立刻抹了你脖子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说得出 做得到的人 立刻向宁儿 下跪道歉 梁王 我可是大楚太子妃 你竟敢如此羞辱不 那又如何 贵 还是不贵 谢谢小兰 我在大楚这十年 好像每一次 我遇到危险和麻烦 你都是那个帮着我 护着我的人啊 你们在干什么 洛瑶 殿下 殿下 你要为臣妾做主 他们两个合起来欺负臣妾 洛瑶 从前是我瞎了眼 错看了你 为了你的皇权富贵 我终究是那个 可以被牺牲掉的人 赵军 你没事吧 蔡宁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又有 你在太子妃 请工作什么 殿下 臣妾今日就是跟妹妹 说说话 不小心办了句子 惹恼了妹妹 梁王便冲进来 对臣妾要打要杀的 您看 臣妾的脖子都受伤了 您要是再晚了半分 臣妾怕是都没命见 赵军 殿下 臣妾今日听宫外摇言声 前妻公主财宁 勾结外部势力 遇从后宫上位 已有谋反之心 臣妾自然是不信这些的 于是便想 亲自来问问财宁妹妹 好图个心爱 谁是梁王殿下 三弟 太子妃与残妾的矛盾 乃是本宫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参吼进来 怕是不妥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过 无论何时 何地 任何人 都不能伤害残妾半分 否则本王 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包括你 放死 残妾乃是本宫 未过门的侧妃 本宫自会护他周全 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指点点 太子殿下 我记得皇上 把我许陪给你做侧妃时 曾说过 如若我反悔 只要在大婚之前 婚事均可做罢 三弟 什么意思 我反悔了 反正我的身份 也高攀不起太子殿下了 所以 我们的婚事就此取消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三弟 这种婚事 可是你相复活苦苦求来的 其实你想取消就能取消的 我再没有比现在更倾向的时候了 太子殿下 从今以后 我才能与你 互不相干 我们走吧 你啊 上一世我是人不清 不仅害自己惨死 还连累了真正在乎我 爱护我的人 这一时 我不仅要紧紧抓住爱我的人 我还要让所有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 走吧 我们同意 蔡宁 别闹了 跟我回去 我再也不会跟你走了 太子殿下 你就守着你的江山 好好过吧 殿下 你看他们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显直不把您放在眼里 闭嘴 滚 现日 我可是皇后亲近的太子妃 她算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太子处处维护她 还有那个梁旺 她算那根葱 等太子继承大楚江山 你做了狗狗 第一件事 就是彻底除了这对狗胆女 不行 我绝对不能等到那一天 万一有一天 害死把她迎娶亲母 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绝对 绝对不能等到那一天 娘娘 别生气了 奴婢倒是有一个主意 可以好好教训教训那贱人 让那贱人 身败你 你抓紧时间去办 是 残民 我定要让你看看 谁才是大楚未来的女主 要想彻底搬到太子妃 就得理清她的出身 还有她在朝中的关系 我逐一击破 她是前书国的人 那么关于前书国资料记载就是 何人擅闯皇家藏书阁 何人擅闯皇家藏书阁 陆勇 你怎么在这儿 擅闯皇家禁定 轻则流放 正则刺死 明儿 你可治罪 你不会治我的罪 为何 因为你是洛友啊 你们在此地干什么 太子殿下 蔡林 你们 我来是为了寻找一本诗传的琴谱 听闻藏书阁友 便过来看看 刚才不慎衰落 是梁王殿下救了我 你们双掌 残宁如今不再是女为婚妻 他去了 不需要 本宫为残宁的婚事 是父皇下的 就算要取消 也要父皇同意才行 如今父皇昏迷 此事还需从长进 父皇许诺过残宁 只要在大婚前 他若想团扶 随时可以取消 去 在这 走 不是 残宁 你说过之前 嫁给我的 我有钥匙 居宙立刻见到太子殿下 娘娘 殿下还在说法 殿下 殿下 我有钥匙 赵君 有何急事 臣妾近日听闻 宫外风言风语 说是 侍卫与太子府上的侍女 有染 臣妾担心这传言 有辱皇家颜面 特地派人去查清此事 您想到 竟然属实 与侍卫私通的 不是别人 正是 坏与太子殿下 大婚的残宁公主 臣妾实在不忍 殿下再被欺瞒 所以 不得不做了这个坏人 特将此事 禀告殿下 我说呢 原来是这样 太子妾 此事事关残宁清白 你可有征凭实据 那是自然 来 告诉太子殿下 究竟是何事 殿下饶命 是残宁他 勾引我 所以我才 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 残宁 确实怎么回事 怎么 太子殿下又相信他们说的了 残宁 现在人赃并祸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人赃并祸 不过区区一个侍卫的一面之词 怎算贴证 殿下 被之所受 拒绝属实 没有任何欺瞒 有残宁所送的信物作证 这 这不是 皇上玉刺的古玉吗 还有这 杜刀 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玉佩吗 那可是父皇亲赐的古玉 是我印的定型信物 你当真转自了他人 不只呢 残宁 你说说你好歹是个公主 这杜刀 哎呀 怎么好意思送给别人呢 你凭什么就说这杜刀是我的了 那杜刀上可秀着你的名字 你如何抵赖 我就说嘛 这近日我房中时常闹贼 盗走了我好多东西 原来都在这儿呢 贼 残宁 你这戒口未免也太过荒谬了 这宫中戒备森严 岂是小小毛贼近的来的 昭君啊昭君 亏你还是大楚的太子妃 竟然用这种拙劣的把戏来陷害我 真是让人笑表大哑 蠢祸 你 殿下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块玉是假的 你会不会哭啊 不可能 你还在狡辩什么 这可是皇上玉刺的古玉 不必再说了 蔡女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大哥 你送了一块假玉给你啊 软色的假玉 你不是说买通了他府上的侍女吗 这玉不是从他府上偷的吗 是啊 我亲爱看着他从残灵房中掏出 这 怎么会是假的 太子殿下 不如你好好看看上面秀的谁的名字 早雨 洗衣房长是嬷嬷的名字 嬷嬷今年六十有余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是和他同见 这是他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吧 给你给你 我殿下说罪 殿下说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事情还得从两天前收起 对对对 Robbie 我做了 你好好 给你 事情就是这样 是你可以调包了谷玉和渡灯 故意赢我们出头的 大大奴婢 且该算计主子 饶命啊殿下 饶命啊 原本我还不知道贼人偷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 没想到今天出现在太子妃这里 居然还成为了我和侍卫通奸的证据 我想太子妃是否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我 太子妃 此时你做何解释 这些都是小人的错 小人就是不愿见残宁争处 供应殿下 笼络了主子 所以才出子下策 太子妃对此一概不知 全是小人的主意 来人呢 拖下去 整病 你成命啊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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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也是听信小人谗言 这才误会了残宁妹妹 此时都是臣妾的错 请您责罚臣妾吧 罢了 太子妃 你呀你呀 就是二个子太软 脾气急躁 才会被几个下人轻易蒙骗 轻信他人 臣妾之错 也不知道是谁而根子了 是非不分 我上一世怎么眼就那么瞎了 又或许他什么都清楚 只是因为要仰仗太子 被母族的势力 巩固正权 才正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吧 殿妮啊殿妮 这个人早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单纯善良的姚哥哥了 太子殿下 此物贵重 还请收回吧 财宁 你当真是铁了心要和我解除婚约 你当真是铁了心要和我解除婚约 殿下是大厨未来的储君 不该被小情小爱宿困住 能站在殿下身边的人 也只有太子妃了 还请殿下高抬贵手 放了我吧 财宁 别说奇话了 最近父皇昏迷 朝中事务繁忙 是我忽略了你 等这段时间过去了 我们再上到婚事好不好 不必了 殿下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不可能 不是的 我们走吧 殿宁 你别得意 下一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陛下 您该用药了 娘娘 说吧 什么事 什么 她居然取消了和太子的婚约 既然她这么有自知之明 倒是省了力气来对死她 娘 你刚刚说你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什么意思 你猜 等一下 别看 太脏 难道在这个皇宫里生存 就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你让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谢谢你 洛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谢谢你 洛悠 洛悠 你那说的那个人 是我吗 还是说 只是他随便说的 用来堂塞太子的托子 不行 我得去问清楚 别看 太子 难道在这个皇宫里生存 就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女儿 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太子 非敢如此强谱地陷害我 恐怕背后一定往皇后的支持 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揪出来 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这是楚国最厉害的迷恙 太子妃交代了 这一次一定要把事情做实 让那个戒子胜败凝利 彻底的断了太子对他的念想 放心吧 站住 什么人归为碎碎 梁 梁王殿下 你 不是太子妃身边的人吗 我也都会在这儿 老奴年纪大了 一时走神 不知怎的走到这里了 老奴告退 糟了 住手 滚 宁儿 宁儿 我好热 掀起来 宁儿 你怎么样了 洛悠 是你 是我 是我 宁儿 你中谜药了 醒醒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情深一种 爱很凉 不过 心谁来住 尚业师是我太傻了 没有珍惜你的感情 其实最好的人早就在我身边了 尚业师 是什么意思 一定很痛吧 你怎么那么傻呀 可必为了我伤害自己吗 宁儿 我 宁儿 既然你对我有情 那我从今以后 不管怎样 都不会放开你 陛下 您该用药 娘娘 说吧 什么事 什么 他居然取消了和太子的婚约 既然他这么有自知之明 倒是省了力气来 上业师我虽被构险 但皇帝确实是被毒杀 我必须得查出下毒之人 好 那我明白最后 我必须得伤我 什麼人 他受傷了趕緊追 刺客在那裡 趕緊追 洛瑤 快追 放鬆 慌慌张张的干什麼 放鬆 慌慌张张的干什麼 梁王殿下 每日追打刺客 如果有冒犯 還想见谅 怎麼 本王看起來像刺客嗎 刺客中了刀 殿下身上沒有傷 自然不是 只是 殿下懷里的人士 连本王的女人 你也想看看嗎 不 背誌不是這個意思 還不快滾 是 至少 你又挪挪了我手 醒了 這裡是 你說呢 你 我 府上的大夫 已經替你包砸傷口 你刀傷不深 不過 大内侍卫所帶武器 均帶毒藥 如今 這藥欲 替你稀释了毒性 接了毒 並無大哀 今日我山闖荊 府上有最好的商藥 並不會讓我 這藥欲 你先泡住 多謝殿下相助 您啊 今日若是不及 可否為我揍上一群 你啊 你怎么了 你还有伤 使我考虑不佳 今日先带你回去吧 殿下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你都会在 因为 因为你喜欢我对吗 因为你喜欢我对吗 对 自从十年前 父皇把你从战场带回 便心中一直有你 至今未必 那日我拒绝太子 是我心里有了别人 殿下可还记得 所以 那个人是 是一个一直在暗处默默守护我 会为了我不惜放弃一切 甚至会疯狂 会毁掉一切的人 那个人 就是你 此话当真 那日的西域迷药 我并非记忆全无 而是当迷药 换出我心中最想要的人时 出现的并非是路遥 而是你 所以 现在心里那个人 真的是我 对吗 在花边一生就 只一眼就滑落 从今年起 你的心里 只需我一看 啊 一段 愤怒 殿下 再饮一杯吧 够了 你 下去吧 殿下 是秦氏的记忆里不够经超吗 明日我便让母后再调几个秦氏过来 不必了 只有残宁的秦 能让本宫心安 殿下 出去 是 你醒了 伤口还疼吗 每天心伤已是大幸 我看看 你干嘛 我帮你换药 还疼吗 还好 我帮你上药 昨日我闯入进宫是为了查一件事 何事 我怀疑陛下昏迷数月不是重病 而是被人下毒了 下毒了 你可记得陛下是何时开始重病的 半年之前 御医说是陛下久急成病所致 也正是太子向陛下提出要立我为侧妃的时候 所以呢 当时皇后极力反对 但陛下还是答应了 再之后 陛下便开始窝闯不及 你的意思是 为了阻止你成为太子侧妃 皇后 毒害了我父王 难道你没发现 自从皇后上台 前蜀国的势力又一次站在了台前 再后来 皇后的侄女昭君便立为太子妃 他们可都是前蜀国的人啊 一旦诞下子嗣 他们便可以另立新皇 到时候 外戚干政 架空落药 不出三世 大树即可复毙 等你成为了太子侧妃 以你为首的前妻旧臣 便可压制他们 不错 陛下说我做姚女养在宫中 想必 正是为了中恒各个势力的考量 如果我不和太子解除婚约 恐怕 还有别的手段在等着我 所以 你只能是我的 如果我猜的没错 皇后寝宫一定能查出什么 我去看看 皇后寝宫 我逼你说 我随你一起去 此事危险 就这么定了 今晚三更 正值守卫换班 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嗯 好不容易得到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给你任何离开我的机会 可有发现毒物 等等 滋补药物 我记得上一时他们构陷我时 说所用的毒乃是 大齐国审讯犯人用的 皇家秘制毒药 莫非 找到了 苏婉 明日给陛下的药 可准备好了 怎么是他 你认识 他是隆南苏家的清静 过去苏家曾经和本毛文艺 任我回去 隆南苏家 据传 历朝历代的太医 大多出生于此 娘娘 那让陛下一只熟睡的药物 不可再服用下去了 倘若再这样下去 陛下恐怕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无妨 继续用药 是 苏婉 本宫知你一直心仪良王 娘娘 只要一切按照本宫手的做 本宫保证 事后一定让你当上良王妃 谢谢娘娘 但若事情败露 不只是我 整个苏家都会 放心 本宫早有筹划 到时候就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那残宁头上 你只管做 剩下的交给本宫 遵命娘娘 明日我会继续为陛下服药 看来上一世 就是这么把黑锅扣我头上的 什么人 走 快走 扶上等我 你回来了 我 你受伤了 没有大碍 没伤到药 糟了 大内侍卫的武器都有毒 洛瑶 洛瑶 滚 我 所以你心里有我 你没有骗我 你伤还没好 不宜乱动 这是 这个给你 今日虽取得正物 但未来仍累计四福 或许 连你也会被卷入危险之中 未来太远 此刻在一起便足够了 骆兄 当年你灭熟灭鸡 所相聘役之时 可有想过今日 不枉我在这深宫中 隐忍数十万 这大处江山改天换事 复必大熟 指日可待 陛下 您该用药了 住手 这药有毒 喝不得 你胡说 要是药有毒 验药太医 岂会不知 老臣行医多年 气味和色泽来说 方才苏姑娘的汤药 竟由补药熬成 绝无掺杂毒物 确实如此 是你 你这个妖狐 竟敢擅闯陛下寝宫 还妖言惑众 来人 给我把他拖下去 斩了 在 我看谁敢动他 骆药 你敢在陛下寝宫 把剑 你疯了不成 梁王府的人 娘娘 梁王府的人 将这里围起来了 骆药 你想造反吗 昨夜 我跟你儿亲儿听见 岂会有假 骆药 你莫要陪这妖伙发疯 我今日 既敢和你当面对治 自然是有证据 太医说的没错 苏姑娘的药 确实均有补药熬成 并非毒药 但在前期审讯犯人 有一位毒药 将几大补药 按特定比例混合 就会变成毒药 一旦服下 便会让人虚弱 罚你 陷入昏迷 任由下药者差事 真有此其毒 又为何会对毒 要如此了解 上一世 我便是被构险 用此种手法给皇帝下 又怎会忘得了 好吧 原来陛下一只卧船不及 都是你害的 不是的 娘娘 咱们不是说 闭嘴 你休要在这里 胡乱看人 来人 给我把他拖下去 我看谁敢动 陆游 你疯了吗 立刻退兵 不然谁都保不住你 是吗 那就试试 够了 如今你父皇上位清醒 若是让他看到你们兄弟相残 岂不是伤了圣心 殿下 太子派神父去包围这里 有时 救了 死 死 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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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